哈喽同学们 那我们就来写这个检测NGX服务状 检测NGX服务状态的一个脚本啊 来那大家来看 咱们打开命连行终端 然后VIM去开发编写一个 叫checkNGXstatus.sh 这么一个脚本 来打开它 然后bin bash指定咱们的share 好了 那开发思路呢 就是在这儿啊 我再给大家描述一下脚本开发的一个思路啊 那脚本开发呀 你可以这样 就是脚本开发的思路 对于我们纯小白来而言啊 你第一步呢 就是先想好啊 先想好该脚本的功能啊 作用 是吧 你先想好它要做什么事 第二步呢 就是假设你已经想好了 你要该干嘛了 我们第二步啊 叫先写尾代码 叫尾代码 什么叫尾代码呢 就比如说我这写一个啊 就是我在脑中脑子里写好了 叫脚本的开发思路 我想好了什么呢啊 第一步我先啊 这个先定义变量啊 用于存储些变化的值 比如说一些路径啊 一些命令的名称啊 一些数值啊 我们这个都用变量进行替换 为什么呢 大家来想啊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命令啊 是yam install my seql 然后 杠 后面呢 是它的版本 比如说5.6 假设这是一个写法啊 那 你想 如果我这条命令啊 我引用了多次啊 就是我在底下 引用了很多次 这个my seql 5.6 那如果说 但凡我这个脚本需要变化 我要把这个my seql 版本啊 给它更新一下 那我是不是 每一个都要把它的版本 给它改一下呀 大家能听明白不 这是数值 不用变量的一种 比较繁琐的形式 那怎么着能让它简化呢 就是这样 利用变量的特点 我在上面啊 定义一个叫版本变量 比如说my seql -version my seql-version 是这个5.8 我 就是在这 写一个变量 然后写一个值 然后底下呢 我就利用变量替换的形式 就my seql-dollar 符花括号 my seql-version 明白不 那即使我这样去写 我 我底下用了很多 但凡我要更改 my seql的变量 我是不是在这 直接啊 写一个 直接把该变量的值 给它换了 底下这些 是不是全部都换了呀 大家能够感受到 变量引用的一个 奥妙 明白我 好了 这是跟大家描述一下变量的理念啊 用于存储一些变化的值啊 后期变于脚本维护 这是第一个啊 我想好啊 哪些变量可能要用 第二步呢 就是你看 这个这个 比如说我先啊 定义一个功能函数啊 就函数你一开始都可以不用啊 我就12345 雷叫 雷加我的功能就好了 比如说啊 我是先安装服务啊 然后再这个启动服务 然后第四步呢 再去修改配置文件 然后第五步 就是重启服务 明白不 就是你把你想做的事啊 12345 写在这个脚本当中 然后你把这些中文啊 转化成咱们的Linux命令 是不是就完事了呀 比如说我这定义一个NGX version NGX的版本呢 我限制它是1.7 写一个变量 然后安装服务呢 我就可以用这个Linux命令了 让install 然后NGX- 然后dollar符 话括号 NGX-version 是不是啊 然后启动它呢 也是一样的啊 启动它就是systemctr startNGX 就把这些命令啊 累加累计写在一个脚本当中 最终我们去执行这个脚本 它是不是自动的12345 全部给它执行一遍啊 能明白不 好了 那就是 再次的跟大家描述一下 脚本怎么去写的理念啊 那我们就来 开发这个检测NGX 是否运行的脚本啊 好 那我这边呢 是习惯性的 用函数来开发脚本 我现在写一个叫 chick chick ur 括号 还记得函数定义吗 是不是写一个名字 括号 然后再来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 是不是就写上我们的这个函数体 写上我们的功能代码呀 对不对啊 那这我就不写注释了 咱们上一个脚本 写的很详细啊 那我在这呢 写一个time mode 5 这个 很明显 见名之一 超时时间 5秒 它主要是用来干嘛呢 就是我们去监测 网站是否存活呀 就是可能由于网络延时的问题啊 你的请求一直没有正确的叫发出以及响应 这个时间啊 它会有一个超时等待的 明白吧 那我这定一个变量啊 然后再定一个叫files等于零 这个files就是失败的意思 呃 那我们定一个files变量 就是能够验证 这个网站 比如说我访问网站 这个失败了 两次 我就判断这个网站挂了 出问题了 明白我 这个变量啊 就相当于是一个计数器一样的啊 就相当于定义一个计数器 好 那继续来看啊 然后我再定义一个success啊 success也就是成功的 次数为零 也是一个计数器的理念啊 好了 然后我在里面呢 要开始写我的这个逻辑代码了 我呢 就是想要这个循环的监测啊 就是循环执行一些命令 前面有给大家讲循环吗 我来看一下 咱们前面没有用到循环是吧 没用到循环没事 来 我再开一个窗口 大家来看这个谢尔的循环语法啊 那怎么玩呢 我在这通过这种交互式的命令行 带大家看一下 wire这个无限循环的语法 wire循环呢 它是谢尔的一个固有关键字 咱们还是后面讲循环的时候会重新 这个重点详细的讲一遍啊 这呢只是脚本当中用到了 超哥就给大家描述一下 来看啊 我们wire循环关键字写过来 然后我写一个true true就是为真 你想 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中 什么样的事情 它是无限死循环的 比如说啊 我现在定义 叫做无限循环的这个生活事件啊 什么样会无限循环啊 就是这个当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 然后呢 我这个这个超哥就日常的去上班 这个打工挣钱 对啊 那你想这个太阳不可能从西边出来吧 因此这个循环是不是一直会这个执行下去啊 对不对啊 那什么时候会中断这个循环呢 当然就是比如说这个这个呃 当这个就是超哥会在后面给大家讲这个循环分支 循环逻辑判断的时候的一个理念了 我就以现实生活中的这个理念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比如说我这有一个分支 有一个这个这个判断 比如说当超哥这个这个身体不适啊 这个这个感冒了啊 这个循环就中断了啊 就得这个在家休息一天啊 你看这个扣一天工资 就是啊 那意思就是说 这是循环 循环的事件 他会一直执行 那么当一些我们可以人为的定义一些条件 去中断这个循环 能明白吧 好了就不多说了啊 来我们来看啊 我要去他叫做死循环 去就是为真 他永远为真就去做一件事啊 我要去 咱们命令写在一行的话 要给他加上一封号 我要去什么呢 我让他我要去永远的去丢 执行一个命令啊 丢一口打印一句话 叫超哥这个讲的线 简直是就是简直太好懂了 对吧 就是这句话 我让他我要去永远呢 去执行这句话 当然了 你不能立即回车 要不然他会 吵吵吵吵吵 疯狂的去打印 让你的电脑卡死 因为他是无限死循环的 明白不 我现在丢执行这个语句 然后呢 这个sleep sleep1 我让他睡一秒 睡一秒钟再打一次 睡一秒钟打一次 然后呢 丢和档这个闭环 也就是我们在循环体中 循环体里面执行的代码 就是从丢和档之间 明白吧 你看我回车 你看 他是不是每过一秒 打印一句超哥讲的线 太好懂了 是不是啊 那我们就Ctrl C 中断这个线命令 大家能够看得明白 循环语句吧 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啊 这个机器啊 自动的循环 帮你去执行一些命令 就这么有意思啊 来 叫实践啊 当然了 这还是属于一个超纲的知识点啊 来 我们做个笔记 实践Wire 好了 那回到我们的这个脚本开发当中啊 我这边也要写入一个 Wire死循环 我写一个Wire2 让他一直的执行命令 然后呢 我不写在同一行 换行写的话 就不用写封号了啊 我呢 Wire2无限死循环 就开始执行 做什么事 我让他用Wget命令 去帮我访问一个站点啊 发出httb请求 我添加参数 这个Wget-timeout 等于$付花库号 timeout 什么意思 我是不是就把这个变量的值 传给了Wget命令这个参数啊 大家能看明白吧 这就是变量的一个替换引用了啊 然后杠杠 choice等于1 这是Wget的重连机制 咱们不用管它了 然后http Wget命令 加上你想访问的ur 这是他的一个固有语法 来访问超哥的个人站点 pythonav.cn pythonav.cn 好 -q-o 这是静默输出 就是不显示他的信息 -o呢 把结果呀 写入到我们的 Linux黑洞 DVNOW文件当中 可以不 好了 这是我在循环体里面要执行的命令 然后我在这要写我的逻辑判断代码了 说这个当 咱们想啊 我们Linux是不是有一个特殊变量啊 就这条命令 如果它正确执行了 我去eco 这个dollar 这个命令啊 就是有同学跟我反应啊 就是说超哥读错了 它不叫eco 它叫eco 是吧 这个东西你爱怎么读 怎么读啊 这个自己顺口就行啊 咱们可以读echo啊 好了 呃 来看啊 就是echo这个dollar问号 上一条命令 只要正确执行了 那么这个特殊状态变量 是不是就返回零啊 那 这个 需求点在这呢 我就可以进行判断了 说if 如果什么呢 中括号 注意中括号前后的空格啊 我在这判断说 如果这个dollar问号 杠ne 零 这个杠ne呢 什么意思 我写下来 是f的条件参数啊 叫杠ne 是不等于的意思 那我这就判断说 f如果上一条命令的 这个执行状态码 不等于零 那是不是就有误呀 对吧 那我就f判断 zen 如果它不等于零 我就执行这一中间的代码 我呢就结合咱们所学的let命令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files 失败次数加一啊 那只要它失败一次 我就加一 失败再失败一次 我又加一 是不是做了一个寄出器的累计啊 好 我呢就files 等于files加一 也就是失败错 失败次数 这个加一 好了 那这是zen 那这一条命令执行完毕之后呢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f分支 他要做的动作就完事了 那这是如果 这是如果对吧 如果状态码不等于零 我就让它失败次数加一 那如果它成功了呢 是不是再来一个al词啊 就像在我们生活中啊 说我如果这个这个 我月薪五万啊 那么我就这个这个 迎娶白富美啊 这个这个就就就 不叫迎娶白富美啊 就如果我月薪五万 那么我就过得美滋滋啊 我就买车买房啊 否则啊 那我月薪不到五万 我月薪三万 哎 我过得也还不错 是不是就有如果和那么的一个 叫这个条件逻辑 是不是啊 好 那我们就是如果不等于啊 如果不等于零 就怎么样 那else就是否则 否则它就等于零呗 既然它等于零的话 那我们就let 让这个success啊 succes 我们就让success啊 加等于1 这个写法呢 同学们和上面是一样的啊 这就等于success 等于success加1 明白不 这俩写法是相等的啊 来又学到个新东西 然后来看 if ls条件都写完了 就得加上一个fi 叫中断本次的条件判断 明白吧 就是就是给它闭环了 来 这是if判断状态嘛 那我们还可以再加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这个判断当成功次数啊 我们判断是这个成功次数 大于啊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1的时候 就可以得出该网站是正确访问的 是不是啊 那这个条件判断怎么写呢 我就在这儿 继续写我的if条件判断 if什么呢 我判断ifdollars 画括号 这个完整写法是dollar加货括号啊 也有的同学呢 这个想省事 直接dollar付啊 success 这也可以 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 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啊 好 我判断如果这个success成功次数 大于等于 那他的这个if参数呢 就是杠ge啊 来我写下来杠ge是大于等于的意思 这儿呢 大家先临时记住一下 咱们后面讲这个条件判断会详细的再讲一遍了啊 好 这个听懂掌声 好好好 开个玩笑 来 说if如果成功次数大于等于1 也就是杠ge1 空格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就z 就是那么 我就打印啊 说恭喜你啊 该网站正确就是健康的在运行 那我这儿呢 就是针对我自己的个人站点 去监测它是否运行 咱们呢 就结合 wire循环呀 wget命令啊 以及像这个let命令 对变量计算等等 这么一个综合用法 能明白吧 并且还学到了一个exit 这样的状态码指定 你想啊 咱们这个脚本正确执行了 也恭喜你自己啊 让你自己知道 该网站正确的在运行了 那么这个脚本 是不是正确执行 结束了呀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儿 叫返回一个这个 数网态码啊 我呢就返回一个0 0记得什么意思吗 是不是 表示命令正确执行了 没有报错呀 这就是exit啊 好 记住记住啊 if一定得有fi b和他 否则会有问题啊 那这是 对成功次数判断 那 像咱们定义的那个files变量 是不是也有可能 就是你可能正确 是不是也可能出错呀 来 我们就是判断说 当错误次数大于2 大于2的时候就告紧啊 这个告紧呢 你可以这个给自己提示 你也可以发邮件啊 等等 来 我们看代码怎么写 在这儿呢 我们就判断说 if中括号 中括号是固定条件 if dollar符 我画括号files啊 如果他-ge2 如果他大于等于2 然后我如果Zen写在一行的话 就一定得加上一个封号 超过在这儿用多种写法 让大家明白 脚本到底是怎么写的 明白啊 来Zen 回车 一口 我呢 就不发邮件了 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写这种逻辑代码啊 叫大家可以自行扩展发邮件的代码 明白啊 那我就在这儿直接打简单的打印了啊 说该网站一定是挂了或者有问题了啊 超哥啊 快去检查 好了 那这个打印这句话完事了 你是不是应该返回一个状态吧 并且咱们要返回一个非零的 返回一个错误的状态吧 告诉你自己这个脚本执行啊 有误 明白吧 来 我们呢 fi中断这个这个 B和这个F条件 好了 那我们这个循环语句啊 就用档给他做一个收尾啊 来 这个Due在这儿啊 档的结尾在这儿 好 咱们把这个无用的空格删掉 然后这个花括号呢 来我们利用VM的快捷键啊 通过shift加百分号找到他的另一半 你看 是不是咱们里面这所有的逻辑代码 被这个checkUIR所包裹着呀 对不对啊 好了 那 我此时大家看好 我如果直接保存 我们cat一下这个脚本 看起来是不是好像没问题啊 来 觉得有问题的 这个评论里边写个一 觉得没问题的 评论里边写个二 哎嘿 我不卖关子了 大家来看我 bash执行这个checkNGX脚本 找你 为啥没有任何提示呢 同学们 来 这就是share函数的一个坑 对于初学者而言 你看啊 咱们是不是定义了一个大的函数 我说过什么呀 这个函数 如果你只定义了 底下没有调用它的话 它是不会执行的 它就像一个开关一样 是不是啊 这是一个坑啊 说注意函数定义后 一定要调用执行啊 朋友们 那我们在这就直接写上 check UIR这个函数名字 你写在这 它代码呢 自上而下的加载 就会去执行它了 OK不 来我们 这个 保存退出 然后做个笔记 这是咱们 带着大家写的第二个完整的脚本啊 来 做个笔记 脚本如下 好了 那我们就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我来bash check它 走 大家来看 说该网站一定是挂了 超过快去检查 咱们一口到着问号 你看状态码是不是二呀 来 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访问 我用一个无痕浏览器访问啊 python av.cn走 哎呀 好像确实是挂了 是不是啊 那么呢 这个网站啊也就是超过此时用的这个服务器 我呢输入ngx 哎 给它跑起来 启动我们的ngx服务器 来 我再次运行这个检测脚本 走 你看 是不是立马就变了呀 恭喜你该网站健康的在运行 你看我们刷新一下 哎 这个站点是不是又活了呀 那我们再来检测一下这个脚本啊 来执行它 恭喜你该网站正确的在运行 对不对啊 来 我们现在这样 ngx-s stop停了它 我们再来运行这个脚本 是不是检测到它立马就挂了呀 来我们刷新这个站点 哎 挂了 好 启动它 又活了 OK吧 好的 这个感谢同学们的观看啊 咱们这个脚本检测站点 存活的脚本 就给大家讲到这 好 好 那么下节课再见 谢谢 咱们这个 我来说